11月22日,刚上任的香港特区政府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在香港表示,警方会确保11月24日举行的区议会选举不受干扰,票站安全和选举有秩序进行。 邓炳强称,警方会因应各区的安全情况做出风险评估和保安安排。他表示,相信全港市民都希望趋选当天能有一个安全的环境投票,并呼吁任何人士不要于24日做出暴力冲击行为。 邓炳强说,他早上探访了在处理香港理工大学示威者行动中受伤的同事, 并向他们致敬。他表示,处理理大事件的警察非常辛苦,很多人连续工作超过30小时,也面临极大的风险。 示威者以数以百计的汽油弹,大量的砖头和弹珠袭击警方。一名警员被示威者用弓箭射中脚步,左小腿几乎被射穿,但是香港警察无畏无惧,继续维持香港的治安。 邓炳强呼吁还在香港理工大学的人尽快出来,强调希望和平解决事件。 警方没有为理大清场设定死线,重生18岁以下离开的人士不会被及时拘捕。 我们承诺了18岁以下的人士不会即时拘捕。对于其他人士出来的话,都会一如既往,会得到一个公平的处理。 另外,里面的环境现在变得非常危险。里面有很多的爆炸品,有很多的汽油弹,还有环境变得非常差。 我亦都再次希望在里面的人士,你们都不想你们的家人担心,你们不想你们的朋友担心, 你们不想那么多人去探访你们的人担心,希望你们是尽快出帮来,和平解决这个事件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